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一直从事那个消息队列的引发工作 对 然后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个主题 就是那个RM在小米的一个降本增效 和一个容灾的一个实践 对 一些相关的经验 其实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成本油画 第二个是那个效率提升 然后最后一个是那个容灾实践 然后就是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开始吧 然后第一个是介绍一下RM在小米的一个发展的历程 以及它我们遇到一些问题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一些解决思路 和一些落地实践的一些经验 第三个就是对外来的一个展望 然后第一个是那个RM从2020年小米开始引入 然后它进行三年时间吧 它那个规模增长不少 然后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成本那个增加 然后后面也有些业务提出了一些 农灾的一个需求 对 然后首先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 然后从那个20年12月开始引入 然后做一些内部的一些定制化改造 然后试骗之类的一些工作 然后从21年4月份开始有一些流量进入 然后到今年的3月份吧 然后它的那个 这个主要是那个再现消息 然后它那个消息规模也突破了一些千亿 每天就是那个消息流转量 然后最后今年5月份 就是所有的再配方案 已经完全落入了各地业务场景 然后选择这样的三年时间吧 成为那个小米内部一个再现场景的 一个消息队列的一个搜寻项目 然后其他一些 比如一些自研的消息队列 什么的都给替换掉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 现状的一个规模吧 然后大概有一万多个topic在用 好 然后就面临的时候 今天主要是讲以下四个问题吧 第一个就是那个撑着的那个比较高 因为小米内部它是用那个delazer的一个模式去部署的 然后delazer这个就是G.ruz系列做的一个高可用的一个价格 然后我们采用的是那个三户本的部署 因此呢 每部一个broker组织 就需要三战机器去部署 然后这个成本稍微比较高一点 然后第二个是那个 就是社区版它缺失一个schema的一个能力 然后没法解决这个商量有变化 带来一个类型安全的一个问题 然后不能满足一些fig 就是有计算的一些场景 然后第三个是那个有些控制 就是虽然也有一些 任何部署也提供了很多那个监控指标吧 但是还是有些重要的指标是缺失的 就是只能等报警报出来 我们才能知道它出现了问题 然后不能及时的发现问题 不能去过早的去干预 然后第二个是它不能全面展示一些上下游的学员关系 虽然我们现在在社区域控制台也能去查 以生产者消费者的一些IP之类的东西 但是它是一个实时的 没有一个全天后一个就是 比如说某些它可能在中间上线了消费者 它后面又下线了 我们就不知道了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融栽一些建设吧 然后主要讲以下三个东西 三个内容 首先是那个降本一些实践 然后第一个是我们为了解决这个 它这个成本 这个比较高的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先去调研一下社区的一个container的一个能力 它是说在原有的broker的基础之上 然后又抽上了一层那个container 然后上面可以运行多个broker的实力 然后这样的话原本你三大机器可以提供一个broker 那现在就变成了三大机器可以提供三个broker 每个节点都可以提供写的能力 这样的话就 不然让那个重点点变成那个 它的资源不会被浪费 然后它这个比较有些优点也缺点 我们其实并没有用这个方案 就是它的优点就是说我们这个 就是它这个原理非常非常好 然后它也可以去实现一个多的computer 这个tweetlock的一个写入 但是它的确点就是说 其实本质量还是一个进程 然后你上面有三个broker组 如果我们去升级的话 这个单进程重启带来的一个影响比较大 就是同时会这样三个阶级去重启 然后第二个是说 我们其实内部部署工具 并不是用它 可能这儿它提供了一些接口 提供了一些接口 不是上线的一些接口 但是我们没有用内部部署工具 不是这么用的 然后是不太好结合 然后这是它一些问题 然后其实我们就比较简单 就是参考这个思想 就是我们用三十个机器 我们直接布三个基础就好了 然后我们去通过进程恐怖 然后来降低那个成本 然后这是我们现在压缩的一些数据 然后在最开始用的是4.7的版本 然后大概有七八万的提整字 这都是一开始大型的交接 然后后面撑到4.9的时候 然后我们通过一些确化手段 能够达到12万人用 然后最后是多实力的话 也能达到22万人用 然后这是 其实就是两个特性 第一个就是deliver 它自己有一个特性 叫prefer leader 我们照照的其一 它其实是三级点 它也没说哪个节点 可以优先成为master 所以deliver 它提供了一个特性 叫prefer leader 我可以优先指定哪一个节点 去变成master 这样在学主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正常运行的过程中 我可以让三个broker组的三个master 分布在不同的机器上 进行一个使每台机器都有可以提供写的能力 第二个是说 其实我们在机器上会有很多的词盘 但是原生的实现 其实是配一个目录的 然后我们只能去 要不是通过一些系统 以及别的一些手段 比如说做个read 然后让这些词盘变成一个大盘 然后去让一个broker组去使用 然后后面这个社区在组层里面提了一个 多部路存储的一个能力 它相当于我可以给一个broker组 进去可以配多块盘 然后它去写部图的盘 然后这样的话 也不需要去用系统级别的一些手段 去让它提供 可以充分地把这些盘利用起来 然后右边就是它这个 就是从左到右 就是我们线上一个 改造了一个两个架部图吧 然后第二 右边这个图就是线要跑的一个版本 然后测导于我们给每个broker组 都配了两个设计码这种的 然后让它把机器上所有的能力都拥起来 然后每一个master 分布在不同的机器上 然后第二个是说 其实光提升这个显示性能是 这个将近这个机器 就是通过恐怖这个方式 去提升那个机器的那个流用率 也不太够 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让Hermicor它基于 这个pitycast去写消息 然后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当我写流量比较大的时候 它可能会触发这个系统的 那个同步回收 然后这个同步回收 就会导致这个进步耗 因为相当运这个 你这个节点是 这段时间是不可用的 然后这个在我们身上 就是初期 当流量上来以后 这个特别明显 就是我们刚才遇到好多次 然后也没太明白 这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后来发现那个社区有一些参数 然后系统级别的一些参数 然后我们发现这个 这个参数 其实非常重要 就是通过这个参数 可以去让那个 那个操作系统的那个 异步回收 它提前来去触发那个异步回收 然后这样它异步回收 是不会走私的一个写入了 然后只要它过走了 它那个异步回收 能够回收过来的话 就你这个写 基本上是不会出现问题的 然后 但是其实这个也不太够 因为这个只能是说 让全天后 大部分时间是相当于不会抖的 但是它没法彻底去解决 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你还是在写 才开始 它就有这个guide 会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第二个就是 我把从那个里面的一个 这个直线六层这个特性 也拿过来 就是放在那个delight 这里面去实现了影响 然后就是说 我写消息的时候 我优先先写入那个 我基本上分配的直线六层里面 然后我就 然后再一波的去 Community找到 我们去patch里面 这样的话你就算 出现了通过回收 也不会去影响我们那个 消息的介入 当然这些带来一些风险 就是说 可能 就是你这个开启的通过回收 你这个信任挂了以后 你这些写进去的消息可能会不在了 对 就是这些分析 然后第三个是说 Ruhem Pro 我们其实最开始使用于一些在线消息 一些事业 然后消息也不太大 但有些业务它也想要 就像之前千维姐妹那个老师讲的 就是他们不想维护多个组件 也不想用一个服务里面 用讨论卡和Ruhem Pro之类的 然后我们就 这个其实也是把那个 这个也是社区的一个能量 社区的能量叫b-seeker 叫b-seeker 就是说 可以通过吸收所影 一个所影对应 多少消息这种模式 然后去提升它一个通统的一个性能 然后这个 这个原理就是说 我原来的那个seeker的所影 是一个所影对应一条消息 那我现在的话 一个所影会对应多条消息 对 然后这个也相当于在那个code 9 给它实现一下自动展平的一个逻辑 也我不需要关心这些东西 对 然后后面右边就是我们 一个测试的一个数据 就是你基于seeker的时候 一个消息的NPS 就是发送消息的那个TPS 它只有10案 然后但是你用b-seeker的话 也是1k的消息 它其实能够达到20段 对 所以这样的话 对于消息通统的能力 是非常 优化效果非常明显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 也是我们自己去实现了一个 这个schema的一个能力 这个其实也已经开源给收集了 然后就是说我们给RUNHAMCO 提供了一个schema的一个特性 然后就是说用户在用这个消息之前 在topic之前先给这个topic指定一个schema 然后这些schema都是它自己业务的一些属性 然后这个schema会记录它这个原仓里面 然后后面call down的话 它在发送之前它会做一些 比如说把这个schema拉下来 然后教验一下它这个消息是不是符合 然后schema的一些规復 它一定的schema 然后符合的话用这个schema 去给它设定化 然后发送到broker里面 然后消费也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这个就是 只是在SDK层做了一层教验 其实SOW是没有这层教验的 好 然后这个 它一个好处就是我们 利部其实在用很多 用实际计算的一些潮流 都是Flink 然后Flink的话 设计也有Flink Connector 但是那个 Connector 其实说它那个实现的比较 比较简单吧 它也不支持schema这个特性 然后我们在实现这个schema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schema 和Flink Connector结合了起来 然后这样的话 业务在使用的时候 它不用去担心 它说它这个上游的那个数据结构 变了 我们下游改入不到 然后就是我们小语内部 或者是说提供了这个Jayson 当前提供了Jayson和Swift 等常用的一些训练化的一些 训练化方式 对 好 右边就是一个schema 一个Flink Connector 一个 一个idea 一个例子 对 然后接下来是 就是校园机身上面的一个 topic级别的泄流 其实我们知道 在Rawful 里面 它是没有topic级别泄流的 就是说 只有我服务端 血液 血液处理不了了以后 有一个broker 自己的一个泄流保护 但是也没有topic级别泄流 因为我们在内部 其实提供了一些公共的集群 就是相当于很多小的业务 它们去服用那个集群 然后这样的话 可能有些业务它 比如说程序型问题了 或者是它自己出现的问题 然后它的流量会打得特别高 然后进而影响其他的业务 这个是 可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们做了这个topic级别的一个泄流 这个原理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在broker里面 去给每个topic 指定那个泄流值 然后这样的话 它 如果异常的话 它会 立即触发这个泄流值 然后它就会 限制它的泄流 这个 如果第一半文的话 它相当于直接就被限制了 然后多半文的话 它相当于有一些被压的机制 它会 会sleeping一会儿 对 然后这个默认的话 就是说 当然这个报警 我们肯定不让 不是说 不让业务它发那么高的量 我们只是说 不用异常的情况下 把它那个 可以看不住 但是正常的情况下 有些业务流量 它就是会在 比如说随着那个业务量的增加 它那个流量就是会慢慢的增加 这个情况下 我们是不能把它给覆盖住的 所以我们搞了一个预警 就是比如说你 现在1000是泄流池 然后当你这个流量到8000的时候 你就会触发这个泄流 然后它触发泄流 这个时候是不会影响它血肉的 只是说 会给用户发一个消息 说你这个触发泄流 然后去把那个血肉池调整一下 然后这个就 它调整了以后 它就不会影响它正常的流量 一个增长的情况 然后后面右边这个图就是它两个案例 蓝色的线就代表异常的这种涂增 然后黄色这个线就是说正常的一个增长 然后它调了以后它就不会影响它形容 然后第三个是一个血员的一个能力 就是 其实就刚刚像我说的 我们现在控制台是能查到剩下的消费者的IP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生产人偶尔上线了 或者是就是我某一个 或者是它有一些 在容器里面有一些异常的那个泡子之类的 它是在控制台是看不到的 比如说它 它有一些 刚刚上线了一会儿 然后又下线了 然后这个消息被它消费掉了 然后业务也不知道 这个很难排查 这个除非说是它开启的那个消费轨迹 然后我们这个是可以查到 但有些业务它是不会去开启消费轨迹的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提供一个这种选业的这个能力 我们在这个扣担连上来以后 把这个连接情况给你记录下来 比如说Reducer和Consumer 这样的话 给它持有化到一个 不管是下约 比如说一个简单的DB里面 然后它查的时候 可以查到这个生产IP和消费IP 那它就能知道这些IP 是不是自己服务的 对吧 然后它就能知道这个消息 然后它就知道这个消息需要哪 然后右边实际上一个图 比如说我们 其实对内部进行了一些简单的集成 比如说你是这个容器服务里面的 那它可以直接点这个 列接跳到容器服务里面 比如说你是那个弗林克作业的话 那就可以直接跳到 跳远到弗林克作业那个 支持那个地方 对 这样的话就做了一个 内部生态一些的打通 然后第四个就是 就是说这个监控指标一些 那个增加吧 就是社区其实有些监控指标 比较少 就比较缺失 就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 这个 这个组存同步的那个监控 因为我们是用了那个 Round的协议 Round的那个deliver模式 假设我们现在有三个节点 然后 然后 其实你这个时候 通过写 读写是没有 是没有明显那个 就是你看这个Browler是正常的 然后但实际上 它有一个存在点已经不同步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是感觉不到的 我们不知道它不同步了 那这个时候 如果一旦发生了切熟 那它 那就切不回来了 切不回去了 然后 这个比较比较 问题比较严重 然后 所以我们增加了一个 同步 组存同步进度的一个监控 然后一旦它这个 出现了问题 这个主要是因为deliver 它那个实际固实现 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 它特别容易触发这个 比如说你一个机器 稍微抖一下 它有些Bug 它容易触发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增加了一些监控 然后 增加了监控 然后及时去 检查那个服务的日志 然后去订阅那个Bug 然后把它修复掉 然后这样的话 它就 但现在这个监控已经 已经不能触发 因为那些Bug 已经被修复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发送成功率 这个业务比较重要 业务比如说 它发了多少消息 有多少能被写入了 这个除了 这个没有 没有是没有报警 之前是没有监控的 所以我们增加这个监控 然后这个对我们 Bug的一个 写入情况 比如说 它写入在P99.95 都是成功的 对 有一些这个 可以可视化的一些掌控 掌控力更强 然后第二个是说 写入延时 就是社区存在 也有一些监控 它是那种 比如说写了十毫秒 有多少条 写了一百毫秒 有多少条 它其实没有一个P99 级别的一个监控打点 这个也增压了一下 然后另外就是 还有一些业务 因为 让他们够在相比 主要的场景就是 时日消息 在线场景 那它又比较 关注这个 生产到消费的一个实验 之前也是没有这个监控的 所以然后这个 也给大家加上好了 然后这是线场的一个 举例吧 第一个就是这个 存在的落后 同步的一个位点 比如它同步落后了 大概多少兆的内容 第二个是一个 发送成功率 第三个是一个 行为的PU9 然后最后是一个 P2C的一个PU9 这个延时 对 然后最后一个环节 最后一个环节就是说 我们在 全面在栽培上面一些 实践经验 然后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是最 最开始的版本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 用栽方案 就是说 我们直接提供多个集群 然后业务去 自己去基于多个集群 去做栽培 这个其实 我们相当于 什么东西没有做 我们只提供了三个集群 这是一个 内部有个业务 在用的一个方案 然后它的优点就是说 这个每个数据都是 其实都是在自己 同机房的 它没有 它别的机房是没有 没有副本的 没有副本数据的 它其实说 就是不会去跨区同步数据 它那个延时更低 然后重组更高 然后它的部署架构也很简单 就是JOW 选文起来也更加灵活 JOW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 决定自己要不要去切换 对 缺点就是JOW JOW需要实现这个逻辑 它不够灵活 不够自动化 然后故障期间 因为它没有副本 所以它只是提供了一个 节点的多活 它没有数据的多活 而第二个是说 因为Delighter 它本身就是一个高可用的架构 它本身就是可以自动去切除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能力用到栽培上面 做一个实践 比如说 我把它的三副本 部署在三个机房里面 然后每个机房都有Master 然后这样的话 相当于夜 我完全是无感触的 它对外波罗的 它就是一个让看部机群 它底层是跨机房部署的 然后这个数据复制和选主 都是完全基于Delighter 自己去实现的 这只是一个架构上的一个部署 然后它的优点也就是 它其实部署方便 我没有进行任何代码改动 只是说用一部原生的能力 然后第二个是 服务端自动选主 它业务是不需要感触这些东西的 它只要用SDK去接入就行了 对 圈典的话就是说 这个数据它是复制的 它是需要依赖专线的 比如说你这个专线的抖动 都会导致那个血流的那个抖动 然后它血流延时的话也会增加 然后它会降低那个集群的那个血流性能 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 它还有就是需要三个计划 因为Delighter 三个副本 我们需要三个region 才能够去布置这个集群 然后这也是相当于它的一个缺点 后面就是我们用其实 这个也是前两个方案的一个结合 就是说这个其实本账也没有解除去 那个故障的时候可以消费的问题 但是这个就是说 尽可能的去把一些那个 之前的币端解决掉 之前的币端就是有一个就是说 它是三个计划部署的 然后它这个成本较低 然后第二个是说 它这个自动切流其实都 要不就基于Delighter 要不就没有自动切流 对 然后这个是我们基于社区 其实就是我们把broker组的 不同那个broker组 然后部署在那个 不同的机房上面里面 这样的话 提供一个节点的一个多活 比如说我们现在两个机房 那第一个机房里面有一个broker组 然后第二个机房有几个broker组 然后它这样的话 双机房就完成了一个 一个栽培的一个集群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当那个 我们肯定器一挂了以后 它流量会自动的去 转到肯定器二 这个其实实现就很简单 就是因为broker那个路由 它会去上 像NameSource去那个上报 比如说你这个 可能器一挂了以后 它这个路由肯定就不上报了 不上报以后 你可能就能感觉到这个 接点下线了 你就不会再启发了 然后第二个说 这个它是没有跨区的同步数据的 也是比较低 然后它也是可以 根据路由信息去进行自动切流 这个我们是相当于 把SDK那个 发送那个策略 和那个rebalance的策略 都进行了一些优化 然后就让它 可以优先的去同机房读写 然后就在故障的时候才 比如说假设我们的机房没挂 我们都还没够挂了 那它去 可我当然也去快据房子去消费 生产 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其实地区数据 是没法讨论的 这个其实 这个主要是因为 我们在线的消息 很少有那种 堆积比较严重的那个场景 它可能就堆积一个 比如一个分序 堆积一个几十条这种的 这个其实等那个故障恢复以后 它再去消费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如果你说这个节点 这个不可写了 那肯定是无法接受的 然后这个是SDK的一些逻辑吧 就是说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些逻辑 然后这个也没有什么特效的 对 然后这是一个总结吧 然后比如说就是它们一些优点和缺点 然后其实那个最后一个方案的效果 就是相当于别的这个动图一样 就是它正常都是像同机房去发送和消费 然后它机房那个服务过程以后 它就是生产那个 Portis端就是自动把牛币切过去 然后切到那个存活的那个机房里面 然后消费端就相当于自动的切留了 然后如果是消费者故障以后 那另一个消费者也会把那些风区给接完过来 然后这样的话就做到一个消费者和 Rakamuco服务的双重的一个栽培 好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 小米对Rakamuco未来的一些规划吧 这个其实也是和社区结合比较紧密的 第一个就是TOPIC级别的消息保留时间 其实有一些场景 比如说业务他们要求那个消息保留时间特别久 10天这种的 那我们现在其实做法就是相当于所有的消息 都会保留10天 就其实很不必要 就会让每个Bortus 它其实远远没有达到它写过的那个瓶颈 它其实达到瓷盘的那个瓶颈 第二个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内部用的是那个4.9的版本 然后这个会去更新那个社区的5.0版本 然后最后第三个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在讨论的吧 这个其实我们是想把那个基于Proxy 因为内部其实也有很多MQ 我们是想把它进一个统一的 但是其实 要不要做这个我们内部还带统论吧 只是一个未来一个探讨点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分层成熟 这个其实做了一个逃避消息保留时间 也就能够实现了 然后最后一个是 常态化的一个故障演练 然后这个就是说 比如说其实我们在MQ 每次我们比如说我们服务单代码改了以后 我们都要自己去搞那些性能测试啊 功能测试啊 也就是它的和平性测试 然后这个都比较重 然后对人 那个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测试不到 因为常见了一些比如说那个机器 CPU 故障 然后内存故障这种的都测试不了 测试不到 所以我们就基于那个社区的 OpenMasked Chaos 那个项目 然后给它进行一个常态化的一个故障演练 比如说每次发版以后 我们先让它去跑一周 然后跑出一个测试结果 看它在各个那个维度的一个性能 是不是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期 然后如果符合预期的话 但基本上证明这个版本 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我再继续进行一个那个上线 然后升级 然后上面就是我演讲的一些内容 好 大家看有没有问题 我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 就是那个topic 项目那个东西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 在那个topic 时间内容 就是优先进topic 的项目 比如说我这个流量 即便已经达到了 但是我有多个topic 把那个业务预先满的那个 每一个重要的业务 那个topic 的体验 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是 这个线里我们只在那个公共集群去打开的 公共集群的话 当然也有你说这种重要的业务 首先我们不会让那个整个那个 包括组 包括组级别也有一个新预报警 不会让整个包括组 就说突然打满 就是说然后我们再去扣容 它一定是运动已经拔回来 然后第二是说 我们有一些重要的 这个机器重要的业务 像IoT的设备那种业务 它就会在一个独立进去 它这个是没有限制的 对 所以也是视情况而定 当然你说这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点 就是说一些重要的业务 一些topic 给它打上一些标签 对吧 我们就先去线那些不重要的特别 对 那作为一张MQ本型的能力 就是说你如果是线上应期的话 可以用你提问的方式 就是本身MQ Admin里面 有一个update topic permission 可以指定topic先把它进入进行 就是在指定网络上把它降纸 作为应急来的 感谢您好 感谢您的分享 然后我想问一个 就是在前面里面的那个 融灾的那个切换 就是Prolucer和Consumer都切走了 然后它的一个缺点就是 就是现有的积压的数据 现有的积压的数据可能就消费不到 对 我们之前有没有考虑过那个 有没有紧切Prolucer的东西 因为对于业务来说 就咱们有个从业务测的话 就无法预知 如果说消息的延迟对于业务的影响 就切Prolucer 是这样的 其实你的 你比如说你流量的可用区 你可用区一挂了以后 你这些消息就消费不了 然后它的Consumer 其实就是相当于 它负责的那些风区无法消费了 然后这个时候上楼的生产者 就切把流量 把新增的流量切到可用区2 那这个可用区2就去存在 存在全量的数据 就其实变相的相当于 把Consumer也切了 对 但是就是说历史积压的那种消息 比如说在某一个场景下 可能在有问题的一个场景 业务Consumer这一侧 积压了一些消息 也是很有可能的存在 对 是的 是可能有存在 但是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你的机房已经挂了 你的消息肯定是消费不出来 因为没有副本 没有副本你肯定是消费不出来的 这个时候只能等它恢复了以后 再去消费这些积压的消息 如果有些业务它确实有这个 就算机房挂了 我也不能有消息的这种积压 必须实实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我们的方案二 比如说你可以用三个副本 跨机房去部署 这个时候你的消息一定是没有积压的 它那个消息只是挂了一个节点 你的数据还是全量的 所以这个三个方案 最后只会我们内部 会保留最后两个方案 然后消息两个方案 是相互补充的一个 目前是没有办法做一个方案 极其完美的 因为要想数据的全量 你就得要不同的机房要有备份 就是那个荣灾主要是考虑的是 就机房级别的领复 对 比如说你的这个 假设有两个机房一挂了以后 你不能说一个荣灾主要就挂了 对吧 对 你在其他的机房还得有节点可以用 对 就是说我觉得在消息消费的领域 就是可能producing 比consumer更重要 因为生产消息的话 有可能会block在线的业务 对 所以我们生产是没有block的 只是说你可能去挂了 他生产会把消息直接打到同一圈 他有一个发送的一个策略 优先本的一个消费计划 然后其次是其他的机房 那你们在线业务 不能不保证消息一定发出去 消息一定发出去 就是说block的程序 目前没有block的程序 就是说他不会阻塞 他是说假设你是发送这个block走在挂了 那就发送失败 他会去其他级业去从事 从事就会打到另一个机房 所以没有block这个场景 我指的是就是说在用户限制里面 发送消息的时候 比如调客户端 还是采用了同步的方式 还是异步的方式 其实不管同步异步 我们都会有一个超时时间吧 对吧 这个其实让开服务女们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好 OK OK 谢谢老师 其实我理解他这个意思 就是说 其实对用消息的大公益业务来说 其实允许消息一定要持续往里写入 不能block上流的业务 但是消费允许 东西本身就是我们的捡有能力 对不对 我觉得他可能更多的诉求 是如何去保证消息一定能够持续地写入 在你的逻辑群上 对 其实这个就是基于 基于我去把producer的逻辑进行一些优化 就是说他从事的时候一定会达到存活的节点 对 他可能第一次发送失败了 第二次就发送成功了 就是本身我们SDK内部也有三次路由从事 是的 他从事也是说去不同的节点去从事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